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東西就要保險五點多期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最近有一個新聞頻道轉臺的運動 就是你知道中天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他們現在自己自己的問題 看中天不行嗎? 等一下錯一錯了 反正就是現在開始有一個戰爭 叫搶搶取那個電視的掌控權 然後我是地帶一然後在公家機關服務 然後公家機關有九層樓的電池 然後就是方便的民眾在等服務的時候可以看新聞 可是那個新聞就是東盛新聞 然後從去年到現在就是每一次去創作 都會看到韓叉叉的新聞 然後所以就全體一覽都很想要改變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跟那個主管人員講說 我們不會改播公視的新聞 那他很快就回說 可是公視的YouTube直播頻道不是24小時播新聞 所以就沒有辦法使用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得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這就是公視網路直播的那個節目感 所以就是公視新聞只有在就是早上 中午晚上特定時間才會去播出 然後反正最後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就是說他會去定期抓就是最新的新聞片段 就是公視他們自己會上傳各種新聞節目最新的影片 然後所以就會在故事的時間播出 然後就是他也會在那個節目的碰檔之間去塞一些其他良好的新聞片 像公民新聞就是一個禮拜可能會有5集 然後就是5分鐘有關於在地的新聞 然後為了要防止就是不良新聞的復批 我們要加入一些就是機關會使用的功能 像是就是他們可以自己加入其他YouTube串藏影片 就是他們可能要宣導什麼政策的影片哪或什麼的 然後就是會在空檔播出 然後今天原本來這裡是要去就是把這個後台化 因為現在這只是在前端的一個網頁而已 所以就是之後會繼續往那個方向流利 然後今天也很幸運的跟這些公視的優秀人士 就是大家真的是真的會讓他們好好鼓勵 然後 所以以後應該就是會繼續找他們幫忙 然後就是一起為這件事情努力 然後就是最後是希望說 就是都弄到網路上面之後 更多的公家機關可以直接從上網下說 全台灣的那個政府機關最好都要放公視新聞這樣 好 謝謝 謝謝